比如像这个云字 云字 比如说 这样一个云字 现在这简化字 是把原来子曰诗云那个云字 当说话讲那个云字 用来也当做风云的云字来代替 可是这种字呢 一旦混淆在一起的时候 一会儿是这个云出来 一会儿这个云出来 也不如哪会儿用简化 也不如哪会儿你不用简化 读起来说非常的麻烦 比如说李白苏世 有一首词 叫念如胶赤比怀骨 大家是快知人口 比如他提到雄姿鹰发 雄姿鹰发就是这个发字 大家注意看就这个发字 雄姿鹰发 到后边又有一句 早生华发 早生华发 这个发字呢 是这样写这个发 头发的发 如果这两个字 在简化字当中 都写成这样一个发字 或者念发 都写那字 早生华发 大家知道这是头发的发 如果说雄姿鹰发 也写成这个 大家知道这是多音字了 被一个简化字 把原来的两个繁体字都给概括了 那么也成多音字了 也就罢了 但是如果头一个字 你又写成了雄姿鹰发的发 你这个写对了 写成了繁体了 到后的早上花发的发 你又写了个简化字 你说大家怎么读 所以在认读方面 更带来非常麻烦的一些东西 所以翻简字不要相参 相参之后 他念不成文 读起来之后非常便利 而且他这读音也不一样 有很多原因 这个简化字 本来就有很多很多弊病 简化字本身有很多弊病 如果你再跟翻几字相参 相参在一起 那个问题就更多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要注意在你完成作品时候 说你有兴趣 我就想写简化字 那你就写简化字 那么你要想写繁体字 你就写繁体字 二者千万不要相参 参到一起的话 这就带来认读上的混乱 这是不必要的 另外如果你写简化字 你就相对的要写规范 你尽量编写是这个 有很多的地方 你比如写这个燕子 燕 就是飞燕的燕 这个表面看来是一样的 实际上翻减字不同 你比如说写繁体字 应该是这样的 下面是一样的 下边是一样的